歡迎回到新聞大百話 那麼現在要帶您來看看 這亞洲的局勢 我們要帶您來看到的是 還記得嗎 現在被中央盯上了嗎 日本現在急撤梁月號的艦長 我們帶您回顧整體事件 是從7月4號 當時梁月號誤闖大陸浙江領海 沒想到在8月26號的時候 解放軍運久 就開始闖日本的領空 陸媒就說了 這是為了要荒野 回進7月自衛隊艦艇進浙江的做法 那麼9月23號的時候 二軍反潛機三度來侵犯日本的領空 傳出現在是不是 日本做出相對的回應 就說要把梁月號的艦長給撤職了 所以有一說就是說 這個是不是日本想要 來跟中俄雷是好呢 而現在二軍反潛機三度 侵犯日本領空 日本戰機首度發射熱誘彈警告 那麼也可以看到這張圖 二反潛機1238三度侵犯 日本北海道 李文島附近的領空 日本航空自衛隊戰機發現之後 緊急升空陰影 也寫首度實施熱誘彈來警告射擊 俄羅斯軍機三度侵犯了 林方箭就說了 這是極其嚴重的抗議 日本海自量月號駛入中國領海之後 艦長不清楚艦艇的位置 現在被解決了 他說因為當時他沒有注意到 而且船員在床上的運作也有缺陷 而現在中俄是不是要聯手了 日本防衛省說 中俄第五次海上聯合巡航 八加一艘軍艦 穿越中古海峽進入了太平洋 日本防衛省他們說 9月23號通報 中俄第五次海上聯合巡航 一共有9艘軍艦編隊通過俄羅斯 與日本北海道間的中古海峽 進入了太平洋 日本的海上自衛隊 航空自衛隊也派出了三艦 一擊進行預警監視 當然還要資料蒐集了 那麼中國八一圍的 電子偵察船天狼信號 22號晚間也出現在 北海道的李文島 西北方60公里的海域 隨後跟隨著中俄艦艇編隊 穿越了中古海峽 進入到了太平洋 那麼他們就覺得 這是中俄是不是來聯手 對付日本了 那麼現在中俄在日本海 展開軍演 納入防空跟反潛武器 中俄首次在北太平洋聯合巡邏 宣稱非針對第三方 有人就說了 他們非針對第三方 是不是在回應 之前 這個我們前一天講到了 美國總統拜登不是找來了 四方會談也說沒有針對第三方 偏偏布林肯第一個談的 就是中國大陸 所以現在他們是不是也回擊說 我們也不是針對第三方 是要給你好看嗎 那麼現在美國想要介入南海 但是被大陸拒絕了 中日副外長來會晤 孫偉東要求日本停止 對南海問題指手畫腳 他說請你們不要 對於中方的問題上面 在南海來做一些指指點點 澳洲智庫就說了 中國大陸在印太的軍事實力 已經超越美國了 澳洲智庫報道指出 美國不再是絕對的軍事強國 如果在亞洲發生了衝突的話 大陸有地緣優勢 甚至能夠更快更好的部署 共軍南部戰區司令 上週到夏威夷參加印太司令會議 他們說是印美方邀請18號到20號 去參加美國夏威夷這邊的 印太國防軍司令會議 期間跟泰國 新加坡 菲律賓 英國 法國等國來進行雙邊 或是互動交流 北京方面就說了 他們只是要討論 落實兩國元首的共識關心 共同的話題 有人就說共同的話題 是不是南海跟台海的議題 那麼其實他們早在之前 就已經視訊通話過了 但這一次在夏威夷會面 是不是就覺得面對面台會比較好 不願意做具名的軍事專家 就跟環球時報表示 其實美國的邀請並不是表示 他們真的很想要邀請中方 他們還是可能會與中國 發生一些意想不到的軍事摩擦 我們先來請教一下賴老師 你怎麼看這個兩月號的艦長 現在被解職了 你覺得有辦法消除中俄的 這一把火嗎 我個人倒是覺得說不要不信邪 就是我們多次的在節目中 跟各位觀眾朋友分享 我的研究的一個結論 就是說 中國大陸目前的一個 對外的一個政策 就是說你不要輕易的改變現狀 如果你主動的 片面的改變現狀 現狀就回不去了 就好像做裴洛西來台灣 台海中心沒了 防空識別區沒了 這個就是你如果你台獨的 你要片面改變現狀 現狀回不去 日本也是如此 南海當初也是如此 南海當初就是菲律賓 想要在黃岩島 片面改變現狀 現在現狀就中國大陸控制 釣魚島 日本的這些 當時的市議員生態黨 東京 知事 想要片面改變現狀 釣魚島現在中國大陸控制住了 好 這次是日本的軍艦 這艘導彈驅逐艦 是在於浙江 大陸的長江口實施實彈演練 實彈射擊的時候 他進入了這個海域 然後大陸發現了 告訴你離開 從毗林區開始就告訴你離開了 可是這艘船進入到領海 20分鐘再被驅離走 第一時間大陸就向日本 表達嚴正的抗議 要求日本做出一個交代 日本當時的岸田文雄也好 還有就是林芳正官方長官 都說這個沒有法律的問題 沒有問題 這是無害通過權 當時 可是我們都知道這些 歐洲的這些反中的媒體 他們自己在分析的時候 都不敢再說謊 不敢再拉偏價 都看到國際海洋法公約 寫得明明白白的 這個就是一個違反了 這個海洋法公約的 無害通過權 因為導彈射擊期間 你的最艘戰艦是有情報收集能力 而且有作戰能力 你進入這個演習區 這基本上來講就是不對的事情 所以在這個情形下 不構成無害通過權 好 中國大陸要求日本再給解釋 日本後來就改口了 說是設備故障 設備有問題 然後再來就無疾而終了 我們看到你日本既然都是這麼說 那大陸當然就離上往來了 不但飛機進來了 船進來了 到遼寧號航母 從這個雲納國島跟西標島穿越 然後再也沒有所謂的你日本 你不再有所謂的領空跟領海的問題了 因為中國的戰機要來就來 要走就走 戰艦要來就來 要走就走 已經沒有領海領空的問題 你認為日本撐得住吃得消嗎 根本吃不消 吃不消了以後 現在只好開始說了 你看又開始說謊了 這個艦長說 他們不清楚艦艇的位置 你已經被告知了 你已經被告知說你已經進來了 還不清楚艦艇的位置 現在日本就以這個玩 以這個代夫指手的理由 把它割掉 把它開了 而且就在什麼 就在QUAD開會的時候 通報大陸 你想想 你這日本什麼意思 一方面跟拜登在那邊開會 說要反中 二方面就通知大陸說 我已經把我的艦長幹掉了 開除了 現在還有更多的涉案的軍官 都準備要記過了 你平火吧 平火吧 這個以後不要再來我家了 我覺得日本人做這種事丟臉 一直在說謊 從來沒有一句話是真的 我們來請教一下艦長 那你又是怎麼看的呢 跟大家報告 現代化的艦艇 我們不要講梁月號 現代化的艦艇 其實它都有非常多的定位系統 航海它可以接用GPS定位 然後而且我們講到梁月號 這麼接近 中國大陸已經進入12海里 領海的時候 雷達早就已經看到了 雷達最少可以看到36海里 所以雷達早就看到了 這是第一套定位 第二套也就是戰情室 它還有一套定位系統 它也同樣的用雷達 還有用GPS定出船位 這是第二套 第三套也就是 現在我們常常講的 船舶自動識別系統AIS 接上電子海圖 這是第三套 你這三套都 你都沒看到嗎 對不對 或者我們可以這樣講 艦長也是可憐 人頭借日本政府一用 對不對 以後再慢慢補給你 這也是一種可能 我們剛剛講到現狀就回不去 什麼叫做片面改變現狀 現狀就回不去 我們看到遼寧艦就是這樣通過 通過雲達國島跟西表島中間 這個淺藍色的地方 代表的是提連區或者是林街區 深藍色的地方代表是領海 但是日本一直抗議 你要抗議什麼 進入領海都有五害通過 那至於說 如果說是林街區的話 只有海關財政移民 以及衛生有關 我想請問一下 到底福建號 福建號編隊 到底是違反了哪一項 一項都沒有違反 那我們看到說 昨天這個其實就是海上巡邏機 但是他也肩負著反潛的任務 所以他屁股後面有突出來這個 這個我們叫做MAD 也就是磁測移 測量地質的變化 看看水下有沒有潛艦在 那他多次的通過進入這個 中古海峽的這附近的日本的領海 那結果日本呢 我們看看日本的反應就有去 為什麼日本一開始就講說 我們現在發射熱焰彈首次 是不是很重要 是啊 然後他就說沒有 那個發射熱焰彈 並不屬於射擊 那所以這就是讓我們回想到另外一件事 中國大陸對於抵近偵查的美軍 這一些飛機不是也打熱焰彈嗎 不是也對菲律賓打熱焰彈嗎 你們那個時候是怎麼講的 不專業 這個時候我想請問日本專不專業 日本也不專業嗎 是不是 你乾脆也講日本不專業 這就我講的 這個是美國航空總署的規定 本來就是打熱焰彈 希望你轉向 那這時候如果我們回看一下 那個也就是 大陸最近推出的一個影集 叫做《翠火》 他就講到說 他就是進入 就是說趨離進入領空的這些艦艇 不是的這些戰機 他們就是打熱焰彈 所以我之前在節目裡頭講說 這個是非常專業的那個舉動 現在日本幫忙這裡 好 那我們請教一下 任老師你又是怎麼看 今天美國一直想要把手插入到 南海的議題上面 我在思考一個問題好了 就是為什麼要明知故犯 明明知道的話 我剛剛跟我們艦長聊了一下 然後他也告訴我 這個絕對是知道的 而且剛剛你講得非常清楚 雷達都已經非常清楚 為什麼要明知故犯 然後這個艦長 這個梁岳號的艦長 為什麼要寫下同名狀 提著人頭來見這個 他們自己的長官 然後還被撤職什麼這些東西 以後會不會補給他的話 我不曉得 那麼是說這個艦長 本身做的決定呢 還是日方做的決定呢 還是美方做的決定 為什麼呢 因為這件事情 知識體大非常嚴重 它嚴重的方向的話 有三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的話 就是大家可以心裡非常了解 日本本身的話 就是要改變這個現狀 改變什麼現狀 就是日本耀藥遇事 然後日本耀藥遇事 絕對不會是艦長耀藥遇事 就是說甚至於現在這個 要取消他艦長職務的這個 林芳正都是想好這個策略了 為什麼會想好這個策略 我覺得很清楚一件事情 就是說剛剛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消息裡面講 在整個主場的 客場的優勢當中 這裡頭的話 大陸這幾年 用這種下水餃的方式 照各式各樣的這種大區 055 052 他們其實有很重要的一個目的 就是說兩岸的問題也好 東海 台海跟南海的問題 所有合起來的話 包含渤海 裡面真的要講的問題 就是中美之間的軍力的比較 中美軍力的比較 到目前為止 大家看到的情況都是用電腦的 模擬的方面來計算 等於澳洲這邊也講到說 美國一點勝算的把握都沒有 但是大家要了解 美國不是像我們以和為貴的文化 美國都是處處要拿金牌的文化 對不對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要講說 那真的不行嗎 來 試一試 改變現狀 擦槍走火 試一試 美國現在的話 他手上的棋子的話有三個 第一個的話就是菲律賓 現在看了不太管用 然後第二看到台灣 說句良心話 我們自己就是台灣人 就是怕得不得了 絕大多數都怕的 我接受採訪都強調和平主義 強調和平主義就是說 我發覺這種想要企圖打仗的做法 是非常不明智的 現在的話感覺上 紀錄上的膽子比較大的 有這種能力來逼拚的 就是日本 所以明知故犯的答案 就是躍然止上 大家已經搞得很清楚 就是 張哲世寶需要陪伴與照顧 一人一點力 愛就大無限